哈囉大家好,我是Sony 今天要來開箱全家2023年的6款卡通福袋 這6個福袋分別是 3個399的摺疊收納箱 2個699的伸縮收納欄 還有一個 999的摺疊推車 總共是這6個 這6個福袋今天要來開箱 首先我們就開最貴的 最貴的這一個也是最難買的 999的馬來摩摺疊推車 看到這裡,如果你對這一款還在猶豫的人 不用猶豫了,先去買 先去買,先按暫停,先去買 我怎麼好像一開始就在鼓吹大家去消費 沒有,這一款真的很難買 我今天跑了很多間都沒有買到 最後是毆帕買到的 他買到之後,你看我已經收起來了 因為沒辦法 機車載不回來 因為他原本是這樣 你看他這邊還有扣子 也就是可以讓你收的時候不會分散 你看 原本他是長這樣 也就是福袋本來是這樣 然後外面還有一個塑膠套 可是沒辦法 機車載不回來 只好 好啦,拆了啦 裡面凝死已經被我們拿起來了 沒辦法 很多車要載啊 先講這一個摺疊推車好了 如果大家有在follow那些團購組的話 應該會常看到團購組都在團購這種推車 這個真的非常好用 可能露營的人會用到啊 或是去菜市場 丟垃圾 或是裝小孩的東西 有些人還會拿來推小孩 對,當然安全為主 趣味性的話 因為他上面 這邊 這個真的很好用 你看 他下面的底部 因為我如果收起來的話 他這樣才能合起來 好,那我打開 他的底部就直接往後推了 非常方便 你不用再什麼另外的 再拿指板再往下壓 不用 他就直接內建了 你看我下面會拉出 他的蓋子 他的蓋子直接收在後面 所以你這樣子拉起來 你就可以 蓋上 蓋上變成蓋子了 上面這個蓋子的地方 就會有一些 媽媽們如果出去買菜 然後你菜可以放在裡面 小孩子懶得走路 你沒得抱 就叫他坐上面 還可以拉起來 像行李箱一樣 對,沒錯 像行李箱一樣 他還有很多段 你這樣子拉 然後推著走 是不是去買東西 帶小孩子出門 變得非常的方便 還是要注意安全 好,然後下面 他其實輪子的地方 只有後面 前面的地方是沒有輪子的 因為他這樣子放的時候 他就穩得住 就不會一直滑來滑去 你要推的時候 你就斜著角度 他就可以推了 所以他只有後面 這兩邊是輪子 前面不是輪子 而且這樣子有一個好處是 他的蓋子還是底部 你還要另外拿起來收 不用他直接收在這個體積裡面 你看像蓋子 蓋子我打開 後面收進去 後一步 收起來 收起來之後 大家有沒有看到 他立得住 因為他不是兩邊都輪子 他一邊不是輪子 所以他的這一個 應該要怎麼講 就是他的這一個地方 這個腳的地方 很穩固 支撐你這個推車 你收起來的時候 你就不用刻意的去找說 我一定要靠牆 他才可以立得住 不用 你看我這樣子放著 他就立得住了 或者是你平躺 放在沙發下 或者是玄關 或者是後車廂 都非常方便 而且他的輪子 輪子還蠻大 還蠻粗的 我覺得999 就已經很值得了 所以今天 搶光啊 還在猶豫的 你又可以去買 啊除非你真的沒興趣啦 接下來我們才要再講 他裡面的東西 因為歐帕已經拆開了 他要帶回來 所以他臨時其實已經拿出來了 他裡面的東西呢 其實還有這個 這個果凍包 後面這個是抽獎券 而且是紫色的耶 欸 很特別耶 等一下來看 通常都一定是放那個 全家紅色的 沒有看過他會放紫色的耶 紫色的有不一樣嗎 他的果凍包 小小的果凍包 我本來以為像A4那麼大 其實沒有 小小的 可以放簡單的東西啦 因為底部是軟的 所以不要放太重 不然他會陷下去 馬萊姆的靈錢包 好可愛 黑色系的 我跟你講 黑色系的男生也很適合 而且 推車 很少做這麼深色的 這個折疊推車 很少做黑色的 我很少看到有深色有黑色款 大部分都是 比較繽紛的顏色 或比較鮮豔的顏色 因為客群是女生啦 所以 黑色的很少 男生 放在車上 對女生來說很貼心 你自己要丟垃圾 來 你自己要買東西也很方便 他裡面還是有給你零食餅乾喔 浴茶圓 可樂果 滿天心 乖乖 欸很多欸 小饅頭 綜合堅果 燕麥棒 買了啦 欸 999的福袋 999的這個推車裡面 還有200塊全家福袋裡面的零食餅乾耶 這樣子這個推車多少 499 799 還有300萬 還有兩台賓士 加碼獎100萬 再來這兩個是699的伸縮收納欄 把貼紙撕掉好了 這一個是兔八哥 這一個是催地 我這兩款造型 先來看這個催地的好了 催地的它這個折疊收納欄上面 就是一個小桌子 這個平台看起來就很明顯的 可以放水杯 或是放平板 手機 之類的 讓你當個小桌子 對 因為它除了是蓋子之外 它這邊可以打開 打開之後 拿起來 一起來 對 就是我說的小桌子了 對 你這樣就可以當小桌子用 這裡面呢 就是收納欄 因為它裡面就放著 全家給你的零食餅乾 它有一個果凍包 這個抽獎券都是用紫色的喔 吹地在前面 好可愛 黃色的催地 呵呵 它送的一個 方盤耶 美奈米 催地的方盤 好 再來裡面就是 海苔 可樂果 樂士 下酒菜 屏東可可的 七七滷加巧克力 梅子 紅茶 箱子 沒有用的時候可以把它收下來 然後 等一下再來收 等一下再來跟大家說 我發現的一個 小Bug 我們先來把兔巴哥的也開起來 開完之後我們再來一起講這個Bug 這個是兔巴哥 它其實跟催地那一款 基本上是一樣的 就只是卡通的圖案不一樣 還有顏色不一樣 催地那一款它的桌面是藍色 兔巴哥呢 則是它下面這個籃子呢 是綠色的 所以就只是色系配的不一樣 一樣這個收納欄上面這一個小桌子 是可以讓你拿起來 然後讓你放飲料 放一些有的沒的 展開就可以變成一個小桌子 裡面的抽獎券 還有果凍包 兔巴哥的果凍包是橘色的 不一樣顏色 也是有一個兔巴哥的方盤 乖乖 可樂果 滿天心 旺宅小饅頭 堅果 燕麥棒 聚茶園的金萱 這個就是它的籃子 這個就是兔巴哥福袋裡面的東西 接下來就來跟大家說 我覺得哪邊怎麼怪怪的 這兩個收納籃呢 其實看起來是還不錯用 只是 它的籃子 我看了看覺得怎麼好像怪怪的 因為 我不知道你們買到的是不是一樣 它的籃子 下面 皺褶的地方 皺褶的地方 這是被壓壞嗎 可是它很軟 它好像立不太起來 對我把蓋子打開好了 它標榜的就是它沒有用的情況下 它是可以收下來的 也就是我可以把它這樣子收下來 它是可以完全收下來的 它是可以完全收下來的 我蓋子把它蓋起來 它就可以收起來了 它就可以收起來了 打開 再把它拉起來就可以用了 再把它拉起來就可以用了 這樣就可以用了 可是你看我拉起來 這邊還是 還是變形 是我買到壞的嗎 還是怎樣 然後上面這邊是可以提的 不要忘了這個其實可以提的 你要用還是很好用 這裡是可以提的 只是它的籃子 怎麼這樣呢 催力的也是一樣 這邊都變形了 而且很難收 不知道是因為變形的關係 好 收起來了 還是收得起來 它也是有那個提籃的部分 然後打開之後 這個型還是變掉了 如果有看我開箱康世美的福袋 康世美他們也是有出 類似款的這種折疊收納箱 它中間這一層就做得蠻好的 就沒有像這個樣子 我是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材質的關係 就只是剛好有買到康世美那一款 覺得它這邊的型是立得起來的 是很漂亮的型 可是為什麼全家的這一個 這邊 型都變掉了 沒有康世美那一款那麼好看 就看你自己的需求 跟你自己喜歡的卡通人物 因為裡面的東西內容不一樣 價格也不一樣 我也不知道他們的成本多少 首先要不行 在這裡, 乾泰用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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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